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有些人家里的空间很小 你可能没有办法放一个真正的盆栽 例如说一个树的话 那可能有些人会改成用什么水晶树 发财树等等的 如果你没办法放的话 那建议大家呢 你可以在接近柴位的一个墙壁上面 那什么地方柴位呢 进门的45度角是柴位 开大门的45度角 还有呢 我们一进门口的玄关的位置 也是可以是银柴的位置 那这也很重要 那或者是你是做生意的 或者是你做办公桌的 做生意的话就是柜台的后面 是你的柴位 那简单的看的话 那如果你今天是做办公桌的 那你可以在办公桌的后面 你的墙壁有一个靠山 你也可以来选择一个风水化 那很多人都会选择用 可能山水化也不错 但今天呢 阿汤哥要教大家的就是呢 你可以用一个发财树 当作你的靠山 那什么叫发财树呢 首先呢 你可以去找一个 这个画作当中 你也可以自己DIY 画一棵树 那这个树呢 尽可能是比较偏黄色跟金色的 因为黄色跟金色呢 在五行来讲呢 它是属于一个土的能量 那金呢 代表一种丰收的力量 也有这种招财的一种作用 所以呢 以土跟金的颜色 就是黄色或者是金色 那这样的能量呢 可以帮助你带来好的财运 还有呢 既然是开运的画作呢 它的吉祥的尺寸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 你可以找一个 长跟宽呢 都是48公分的 因为48公分呢 在文公尺上面呢 代表是一个银符的级数 那银符呢 两个长宽都48公分 代表呢 双倍银符 所以我们要有财 也要有福气嘛 为什么呢 因为赚钱是需要靠福报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福报 他很难赚到所谓的大财 所以银符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选这个开运的话呢 是48乘以48 好那既然要赚进世界财的话呢 当然因人而异啦 例如说 有一些人可能他是算做贸易的 他是投资的 那有时候玩什么基金股票啊 有时候你会选择不同国家的一个标的 好那如果你要用世界财来去做的话呢 建议大家这个树呢 我们刚刚讲是不是要画一个树 那这个树上面呢 你就可以黏上世界各国的货币 最起码呢 要有30个不同国家的货币 你把它黏在树上面 代表什么呢 代表发财树 代表欣欣向荣 你为什么要用钱币呢 因为钱币呢 它是属金的能量 那金呢 铜钱嘛 它就是一个贵金属 它也代表呢 有富贵之气 我们常讲金银 就是一个 也是佛教七宝的象征 所以你可以用世界各国的货币呢 把它贴上去 那贴上去之后呢 你把它表完框之后 你就可以放在什么 刚刚讲的财位的地方了 那你要记得拿一盏灯去照它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更显这一个开云的画作呢 帮助你的家里的风水磁场呢 都有无限的生机 让你财运很通 帮助你